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是狂妄之徒 而聪明人是明达的人 如果从前后两句对账的角度来看这句格言 可以说聪明人是谦卑的人 这里写的智慧和知识都是指属神的真智慧和真知识 换句话说 骄傲的人很想得到属神的真智慧 但是得不到 而谦卑的人很容易就得到了 狂傲的人自以为是 不肯用神所定规的方法去获得智慧 当然就得不到了 而谦卑的人晓得用神所喜悦的方法去寻求智慧 结果就寻到了 那么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方法呢 我们来参考真言一章七节和九章十节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神就是得到属神真智慧和真知识的秘诀 由此可见 谦卑的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敬畏神 也可以说 敬畏神使我们成为谦卑的人 谦卑的人除了会得到神所赐的真智慧和真知识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赏赐呢 我们来看真言二十二章四节 敬畏耶和华 心存谦卑就得富有 尊荣生命为赏赐 这里有一题加法是 敬畏神加谦卑等于富有加尊荣加生命 哇 真是太好了 这跟世俗的看法很不一样 一般人认为要精明一点 厉害一点 才能够出人头地 而神的法则却是 又敬畏神 又谦卑 才能够得到一般人梦寐以求的富贵荣华 所以让我们牢牢记住这条属灵的加法 敬畏神加谦卑等于富有加尊荣加生命 学习彼此顺服 除了敬畏神会是我们谦卑以外 在新约的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还提到另外一项秘诀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使徒彼得在这里暗示 学习彼此顺服会帮助我们制服骄傲 而以谦卑束腰 就能够做到彼此顺服 换句话说 不能够彼此顺服 就是一种骄傲的表现 彼得特别强调 神阻挡骄傲的人 阻挡有敌对的意思 骄傲的人与神为敌 必定会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 而做个谦卑的人 却会得到神丰富的恩赐 看别人比自己强 箴言还提到什么其他的秘诀呢 我们继续来看箴言十四章三十节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极度是骨中的朽烂 根据这句格言 我们可以说 极度的一种表现是心中不安静 极度的确是会令人心中愤愤不平 在这里把极度形容得很可怕 说它是骨中的朽烂 想想看 骨头在人的身体里面朽烂 那种痛苦多么难熬 可见极度对人的杀伤力有多么大 我们可以说 骄傲的人嫉妒别人 不愿意接受别人比自己强 这个事实 而谦卑的人正好相反 他们接受别人比自己强 不会去嫉妒别人 在箴言十三章十节 也有一个生动的对比 骄傲只起争敬 听劝言的却有智慧 骄傲的人为什么会挑起争端呢 就是因为骄傲的人很好强 认为自己最好最对 瞧不起别人的看法和做法 难怪要起争端了 而谦卑的人正好相反 他们因为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 中国古书论语有句话说 三人行必有我施焉 别人总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有这种谦虚态度的人 就像这句真言所说的 是有智慧的人 在新约的菲利比书二章三节 就很直接的劝勉说 凡事不可解党 不可贪图虚服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使徒保罗在这里劝导信徒 要存着谦卑的心 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样就不会骄傲 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高 也不会瞧不起别人 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 还有 和骄傲的人相处 会发现他们不肯接受别人的指证 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真言十八章十二节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 骄傲的人自以为是 不肯接受别人善意的指证 结果就会一错再错 最后一败涂地 而谦卑的人 愿意接受别人的指证 结果就越来越尊贵 所以 接受别人善意的更正 会帮助我们成为谦卑的人 结果是得到意外的尊荣 不偏心待人 人之常情 是喜欢和有钱财 有权势的人拉关系 但是 谦卑的人却愿意和贫穷的人 做朋友 真言十六章十九节 就是这样写的 心里谦卑 与穷乏人来往 强如将掳物 与骄傲人同分 这里说到 谦卑的人 不会瞧不起穷人 愿意和他们来往 这样做 好过去拉拢 有钱有势的骄傲人 这里的骄傲人 特别是指 狂妄之徒 他们的财物 很可能是用 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 如果去和他们 同享这样得到的财物 真是很危险 这句格言提醒我们 宁愿 屈救 卑微的人 大家同甘共苦 也不要贪图利益 去和狂傲的人为伍 一起陷在罪里 不羡慕恶人发达 在真言里面 还有不少经文 劝接我们 不要因为羡慕恶人发达 就希望像他们那样 威风 结果得不偿失 我们来看真言 二十三章 十七和十八节 你心中不要极度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 极度罪人 可以被翻译成羡慕罪人 这句真言规劝人 不要因为看见犯罪作恶的人 心旺 就羡慕他们 羡慕罪人的结果 很可能是不知不觉的 就学了罪人的样式 偏离了正度 但是要知道 罪人的兴旺 只是暂时的 他们最后 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 如果学向他们 最后也会同样被神惩罚 这句智慧的话 也勉励我们 要继续过尽前的生活 不要灰心 因为最后一定会有善报 意思是会有美好的结局 指望也不致断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前途光明 谦卑不是自卑 查考到这里 可能有人想知道 怎样区别谦卑和自卑 这两者从表面上看起来很像 但其实他们之间很不相同 谦卑的人不会瞧不起别人 而自卑的人 却会瞧不起自己 自卑反而有点像骄傲 因为都是瞧不起人 只不过是一个瞧不起自己 另一个是瞧不起别人 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 有的人为了遮掩自己的自卑 就表现得很骄傲 免得被别人瞧不起 所以我们应该谦卑 却不要自卑 提起谦卑的典范 我们就会想到圣法兰西斯 这位活在第七世纪的圣徒 他有一篇很感人的祈祷文 一直流传到今天还被人喜爱 我们就用它来作为我们的祷告 祈求主帮助我们谦卑 能够成为和平之子 主啊 祈求祢使我做祢和平之子 再有仇恨之处 拨下祢的爱 再有伤痕之处 拨下祢的宽恕 再有怀疑之处 拨下祢的信心 主啊 使我做祢和平之子 再有绝望之处 拨下祢的盼望 再有幽暗之处 拨下祢的光明 再有忧愁之处 拨下祢的喜乐 哦 主啊 使我少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 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了解 但求了解人 少求爱 但求全心付出爱 主啊 使我做祢和平之子 在赦免人时 我们便蒙赦免 在舍去时 我们便有所得 迎接死亡时 我们便进入永生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免